然后玉山银行、金光银行 跟各位媒体、女士跟先生们 大家早安 对我来讲其实还有点时差 我两天前才不没拿赶回来 其实是真的为了这场音乐会 因为有这一点地区在罗言 那不过为了屏东的演艺、听的动作 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因为这是对于音乐家来讲 知道有这样子重要的演奏成所 我现在非常有处在台北 可是我现在非常之处 南部现在最好的演奏 即将都要在南部了 从这个屏东到卫文 然后再到这个流行音乐中心等等 以后台北或是南北部要逊色 那屏东或是南部的人 真的非常有处近 那我今天特别把我的大笔琴带来 那其实这场音乐会叫做大笔琴早 最大的原因就是 有一次我的演奏会结束以后 有一位艺精大师到后台来找我 我那个时候吓一跳艺精大师 他要跟我讲说以后我会当总统 或者干什么 结果他不是 他就来跟我讲说 我第一听你的音乐以后 我发觉你的大笔琴有灵性 我记得吓了一跳 我现在都只在讲灵异节目 我是真实的喔 然后他就跟我讲 就我一堆朋友跟他讲 问说那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还不结婚 就跟他问他说 我为什么不结婚 那他就很郑重的跟我 那就跟我讲说 如果我跟我的大笔琴睡在你的房间的话 我永远都不会结婚 因为他有灵性 他会拉住我 不过后来还好 很感谢就是一些 台湾的旅馆的董事长 或是总经理他们 就看到报纸这一则报导以后 然后我以后在住旅馆的时候 通常都被生成为套房 他说让我的如节力 他有名称 他住在这个客厅 我睡在卧房 没有过久我真的就结婚了 那这是一个真实故事 我们之间跟大家勿论 那这把琴 它真的有它的历史 它是321年前 也就是1695年 在意大利制造的 它的价码很高 180万美金 非常非常的贵 那也因为这个一金大师 就给我一个灵感就是说 那我们人可以结婚 琴为什么不能结婚 所以我就有这个灵感来做一个大笔琴 找我新娘的音乐会 也就是这一场音乐会 我演奏了以后 我大笔琴突然间霸演了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了 我大笔不演了 然后他说因为我已经结婚了 他也想找一个新娘 然后这个时候赵志强就出现了 大家都知道赵志强是一个小孩子 大人大家都喜欢的 而且我想他是实际上最后的一个美国 他就来充当美国来帮我的大笔琴 开始找新娘 那他找的当然不是人的 他找的当然是乐器的 那目前候选的有小笔琴 有肃琴非常浪漫的 而且你看各种小笔琴 小笔琴是辣妹籍的 肃琴就是那种大家梦想中的情人 然后还有那种钢琴 就是最宜家每一个人家里都有的 然后呢 还有一位呢 更奇怪的就是 木琴以后在屏东的音乐厅里面会出现的 很少音乐厅里面有的 除了台北国家音乐厅以外 然后屏东会出现的拐琴琴 这个拐琴琴非常的害羞 他当天不能出面 因为他是非常传统的 你看这拐琴琴都是三百多年 四百多年才有的 所以他很害羞相亲 所以那个相亲的典里 他只出声音出来 可是让大家只看到他的照片 然后这样子这一群的七娘里面 我们要让听众朋友去投票 来决定说他的琴琴应该取谁 不是我决定 是所有的 我们会现场拿大家来投票 这是一个 不要说台下的听众 我们连台上的 不管是赵志强 所有音乐家 都会非常 玩得非常愉快的一场音乐会 那我邀请的 当然都是国内最知名的 小琴琴演奏家林天吉 然后素琴演奏家洪琴美 然后钢琴演奏家 他也是刚从德国回来的 范嘉义老师 那是德国现在很年轻的 得了非常多奖的 那我们这一些 而且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当要相亲的时候 一定要把祖宗八代都了解清楚 对不对 所以我会用这样子的角度 让大家知道大理琴的由来 大理琴的构造 还有大理琴的音色 我发觉每次音乐会的小朋友 都好仔细听 因为他要帮大理琴 做这个很严重的任务 要去投下这个神圣的一票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专心 而且呢 连小琴琴啊 连素琴的 这一个所有的东西 都要让大家很清楚 譬如说 这个管工琴的时候 我的融解力就会开始紧张了 他说万一管风琴 你知道吗 我不想让大家先不清楚 管风琴有很多踏板 有差不多五六十个以上的踏板 他说万一管风琴 要买鞋子的话还得了 唯有十双鞋子不得了 所以就是牵扯在这种话题上面 然后我会一起演奏一些音乐 让大家真的透过一场音乐会认识 而且呢 我已经得到玉山银行 跟西光银行的保证 他的屁肌是要用两家银行的 保证的这个 两千万可以吧 还是五千万 二三万 三百万 两千万 屁股很高贵 而且呢 我们的喜糖 喜糖各位拿过来一下 各位 连喜糖都准备好 这是我亲手的 我也让他带回来的 莫达乐堂 请大家等一下只拿一颗 因为实在那边几颗 这是我手提回来的 让大家先吃一吃 就是已经知道这场音乐会的特别在这个地方 连喜糖都准备好了 最好能留一点 我们当天还要共在舞台上 开玩笑了 我会觉得 这是一场 我们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是能玩的 活动里面 亲子活动里面 最颠覆的一场 赵世强会用不同的打扮 理解 看到那个 就是他每一博妆 各种妆都会出现 知道赵世强很会吵气愤的 我讲了那么多 我想 新郎 他的价值 你们已经知道了 他的音色 我想还是要稍微演奏给大家听一下 好不好 先演奏一小段 8号的伴奏